哈喽大家好,我是猴子飞机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我脱钢的原因呢 其实是在布置我的工作台 那我的频道呢将迎来一个新的系列视频 猴哥速评 那每一期我们都会来看五个航空短视频 然后我来速速点评一下 那废话少说 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视频 我可以起了架着火 有人去灭火了 主起罗架着火 这应该是一架 这应该是一架340 然后还在下课 然后这老外很淡定啊 回头看一看 着火和我没关系 继续下课 继续走 OK那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看到340的主起罗架着火了 回想起来我当年背330的时候了 当然我不知道330和340是不是一样的 那330呢是有一个刹车温度指示的 当刹车温度大于300度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起飞的 那为什么300度以上就不能起飞呢 是因为300摄氏度刚好是液压油的燃点 如果这个时候液压油有泄漏 当这个温度到300度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液压油给点燃 那视频里面是处在一个下课的状态 那有趣的是旅客都非常淡定 就你找你的 我走我的 OK这是一架达美的A220 视频看出来风很大 哦马上接地了 马上接地了 姿态不错 马上接地了 应该是风气变吧 哦复飞了复飞了 差一点擦机尾 差一点 还没收轮 还没收轮 OK收轮 OK这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 当时静静的时候风很大 那接地之前呢 机组应该遭遇了个风气变 那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决策 就是复飞 那复飞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姿态过于大了 差一点点就差机尾了 真的是差那么一点点 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出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我们现在的飞机发动机 都是在机翼的下方 当你突然使用复飞推力的时候 飞机会迅速的抬头 那又由于风气变 使得飞机不能顺利的离地 导致那个姿态就特别大 那机组呢 肯定是那个时候 已经抑制了 这个继续抬头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出 机组就没有再继续抬头了 因为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再抬的话就差机尾了 那机组的决定呢 是很正确的 复飞肯定是没有问题 这是下面的赛斯纳 是赛斯纳 不停地在舞动啊 上面直升机悬停 OK OK 下行气流 OK 有意思有意思 OK 这个视频就非常有趣啊 这个直升机下面这个赛斯纳 它是要坐流关红飞机吗 那赛斯纳的这般舞动呢 是因为直升机的下行气流 我们可以看到直升机 当时处在一个悬停的状态 那直升机的升力呢 来源于悬翼的上下表面的压强差 上小 下大 由于直升机悬停的时候高度不变 下表面压强大的空气呢 又会向下方流动 这就形成了下起气流 导致了下面的赛斯纳 就不停地在舞动 Oops 737 好 爬出来 OK 搭把手 OK 又回去干嘛 可能忘拿什么资料了 忘拿手机了 好 这个视频里面我们看到 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 驾驶舱的门可能被锁了 或者说由于什么故障 门打不开了 我们看到机组从驾驶舱里面往外面爬 然后通过的是二号分档 那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啊 就是737的两块二号分档 都是可以从里面打开的 但是只有右侧的二号分档 是可以从外面打开的 你们可以看到右侧分档的下面 有一个小装置啊 但是具体为什么它只能从右侧打开 我就不知道了 当然欢迎你们在弹幕上面留言 或者评论区里面也可以告诉我 这737 OK 瑞安吗 瑞安航空 OK马上接地 风也不小 速度很快啊 嗯 反推打开了 反推在空中就开了吗 OK最后一个视频 一架瑞安航空的737 那在接地前呢 它就打开了反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正好介绍一下反推装置 反推装置打开的前提呢 是推力手柄在慢车 然后当任意无线电高度表 探测到无线电高度低于10英尺时 或者空地传感器处于地面模式 那就可以打开反推装置了 那视频里面我认为 机组可能以为他们接地接的 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轻 所以他们就打开了反推装置 不过还是挺危险 OK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猴哥素评 如果你们喜欢 还请给我头两个 长得像香蕉一样的币 你们的肯定将是我做视频 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